炸薯條白一年也不會變壞? 報紙內容錯漏多? 手提電話有十幾個神秘的隱藏功能? 究竟什麼是事, 什麼是非? 馬上學試學非 真是太興奮了 一個呼籲之後 我們真的收到很多觀眾寄來的 是非題一題, 真是的 我們一定要盡量為觀眾拆解 讓大家可以學到更多知識 就像這位觀眾一樣 他說有每逢晚上才開的午夜區 裡面有很多有趣的事非 想我們了解一下 這些地方不方便去 為什麼?我姓什麼? 娘? 就是了 我是娘家婦女… 我不可以出夜街 這些地方, 先留給你們倆去吧 我也是港姐, 不方便出夜街 天黑, 啪啪 好, 我也要先走了, 再見 其實所謂午夜區 都開到十二點一點而已 好, 我去 導演, 我這麼努力 他們倆的表演給我就可以了 我… 導演, 剛才搞了氣氛的 就是我們通常的演員會不做 就是表演員還要給我 我留給我自己的 別擔心你們了 說話… 不… 我不做了 你真是不做 我拍照 當然 不是 有… 不做了 不做了 吃飯就只有少許時間 所以選擇去快餐店買飯, 治療肚子 Ali, 你偷懶, 這麼早就來吃茶 這是午餐, 今天拍了一整天 現在才有時間吃午餐 拜託你點點飯、麵等 經常吃東西這麼不健康 快點, 經常都是這樣 我待會還要繼續, 你別吵我 你吃什麼? 難怪你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年輕 原來你吃了這麼多防腐劑下肚子 關事嗎? 雖然防腐劑和美容沒有直接關係 不過有些國際新聞說過 快餐店的薯條放了一年都不負壞 漢堡包更誇張 放了十四年都沒有發毛 有人說這些食物加了防腐劑 所以不易變壞 究竟這些傳聞是試還是非呢? 快餐店的薯條放了一年都不變壞 何時何非立刻為你們拆解 我們在市面上兩間不同的快餐店 買了薯條回來 稍後就會把它放進瓶裡保存著 然後我們就選了TVB餐廳的薯條 還有特地買了一個新鮮薯仔 自己摘薯條來做對比 我們還在快餐店買多一個漢堡包 測試它, 放多久才變壞 好, 完成了 就等十天看看有什麼驚人的結果吧 何是何非, 明辨是非 實驗開始第一天 我們可以看到A、B、C和E 這四張薯條和漢堡包 都沒有任何發毛的跡象 不過這一瓶自己炸的薯條 裡面就有一點水滲出來 開始有點腐爛感 所以我們在第三天再去觀察一下 這幾張薯條有什麼變化 發現A這一瓶沒什麼變化 而B看起來還是金黃香菜 好像剛才買回來一樣 至於是, 還是沒有發動毛 非常完整 但是這瓶自己炸的薯條 就負難得越來越嚴重 不過漢堡包還是沒有變過 實驗的第五天 情況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竟然是C這一瓶薯條 發毛化得最嚴重 表面已經佈滿黑色的毛菌了 另外, B這一瓶快餐店薯條 還是沒有負難度 邊壞情況和D這一瓶 真是差天拱地 至於漢堡包 跟之前放進去的沒有太大分別 難道這個實驗真的要做一年那麼久? 實驗已經來到第十天了 究竟快餐店的漢堡和薯條 是否真的不會變壞呢? 揭開這塊布就知道了 預備, 一二三 很明顯這個已經是 由黃色的薯條變成綠色的薯條 然後這一瓶也很明顯… 很噁心, 這個已經把毛菌都關上了 這盒也不好得很多 你看看, 全部一塊塊黑色在這裡 很噁心, 這個可以關上了 而這個呢, 直接出了水 全都在底部 很噁心 先看看這個漢堡包 你看看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微粉的 簡直是一整整整 它已經關上了 究竟薯條為何要整個星期才負難呢? 問專家就知道了 黃家俊老師 用科學角度解釋食物安全 薯條過了整個星期才發毛 其實未必一定跟防腐劑有關 因為炸薯條這個過程 炸的油溫可以到160至230度攝氏度 基本上可以將大部分的煤菌 或者細菌已經是消滅的 我們有一個叫滅菌的過程 只要在這個環境 121度攝氏 經過15分鐘之後 其實大部分的細菌都會被消滅 所以為何這個薯條的保質期 相對比其他高危食品 它的壽命會比較長一點 那環境乾燥 又會否影響食物的變壞情況呢? 所以我們準備了兩個防潮箱 一個控制濕度在40% 而另一個就放了杯水在裡面 營造比較潮濕的環境 將濕度控制在70% 我們會在10天之後 看看這兩份白餐店的炸薯條 和漢堡包會變成怎樣 好, 冷靜乾淨 我問你怕不怕? 很怕, 可以不要打開箱子? 我求求你 打開箱子之前, 先打開布子吧 好 很明顯, 這個濕度比較高的箱 裡面的漢堡包已經是發魔 是發到不僅僅一點點 是一整條裙子, 毛群是多了 我這個箱子的濕度比較低 裡面的包子的毛群 沒有你那麼厲害 而且我發現它好像有點縮了水 不知道是否因為抽乾了水分 究竟比較乾燥的環境 是否可以令食物的食用限期 延長一點呢? 是嗎? 如果食物儲存的地方 氣候比較乾燥的話 一般來說是可以令保質期延長 因為細菌或煤菌 它的生長依賴四大條件 第一是食物和營養 第二是水分 第三是溫度 當然是一個適當的溫度 特別是室溫或人體體溫 最後是時間 總括來說, 如果儲存環境的濕度 是低的話 食物的保質期一般來說 是可以比較長一點的 雖然薯條擺了整個星期才見腐爛 但是千萬不要以為擺多幾天 都還能吃 其實食物裡面已經變壞 單憑肉眼是很難作出判斷的 所以大家要吃得謹慎一點 還有什麼謬誤? 觀眾會很想知道 你看多點報紙雜誌拿靈感吧 這裡說電訊公司 鼓滑收集客戶私隱 那還得了? Ben Sir 要量度, 要拿靈感 怎麼可以不侵賴我? 那一起吧 Ben Sir, 你剛才說 那還得了? 是不是你也覺得這些電訊公司 用古惑之數收集客戶私隱 很過分? 那當然了 而更看不過眼就是古惑的古字 古惑的正確寫法是用這個古 古的意思是讀害人的小蟲 以符咒害人的邪術 後來引申成為 古惑雅誘惑使人心意迷戀 而四字詞語古惑人心 就是以謠言欺騙迷惑煽動人心 至於由漫畫改編成為 那出很受歡迎的電影 我知道, 古惑仔 對, 這個古惑仔是電影名稱 屬於專有名詞 而且盛載著香港道地的文化 我們可以接受古惑仔這個說法 而單就古惑這個詞語而言 我們就用這個古了 我以為我們上次說的報紙廣告錯字多 想不到連報紙內容也有這麼多錯字 有, 這些不時都有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 一看就看到發表聲明的名字 發表聲明的正確寫法是這個名 光明的名 聲明的意思是公開向大眾 就著某個問題發表自己的立場 所以就是明白個名 聲是名詞, 名是形容詞 所以聲明是屬於主惑結構 明白嗎? 明白個明白 至於這個聲明, 指聲望名語 譬如你這樣做, 會說我聲明 意思就是毀我聲譽 句子, 自從誰參加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自此聲明大衝 誰呢?誰呢?你沒有讀書嗎? 怎麼?你不是看見什麼很有趣的謬誤嗎? 不是, 我看到這裡寫著炭茶 我才想起, 時間上廁所了 工作又不見你, 反而這麼快 Ben Sir, 要不要上去炭茶? 走吧… 其實我也很餓 是呀, 冤枉Ben Sir, 真是用作 炭茶的炭字都寫錯了, 怎麼炭茶? 炭茶、炭世界, 這個是廣東話的用法 雖然兩個炭現在都相通 但是用這個謙字的炭 就突顯到廣東話古舊的一面 說文解字這麼說 炭與喜樂為類, 炭與悲哀為類 意思是跟喜樂有關的就用這個炭 跟悲哀悲傷有關就用這個炭 禮樂記這麼說, 一唱而三炭 一個人唱歌, 三個人和應讚嘆 讚嘆開心就用這個炭 另外, 絲黃蜂, 蓋其嘆耳 就是敢蓋, 蓋嘆, 相感就用這個炭 好, 炭茶、炭世界, 用這個炭 代表開心還是傷心? 當然開心 好, 讚嘆不宜 不過我真的沒想到 原來報紙都是這麼多錯字的 一向都多錯字, 多得要登啟示 啟示?我這個啟示嘛, 是嗎? 就是, 這個啟示就出事了 有什麼問題? 都不懂得說, 要是時候是非不分 尋人啟示的事, 應該用事件的事 啟示的意思就是公開聲明 和某件事的文字 多數刊登在報刊 或者張貼在報告板上 啟是動詞, 示就是名詞賓遠 啟示就屬於動賓結構 啟示除了尋人啟示之外 我們還有道歉啟示, 澄清啟示 明謝啟示和更正啟示 至於這個事, 就是請示的事 意思是啟發開道, 令人有所領悟 好, 我們來一個煞事感動了 看完這一則尋狗啟示 令我對人狗的關係有了深刻 啟示 今天教了大家這麼多字 你們懂得做的, 鮑魚 肉鮑魚插, 替你插乾淨的筷子 沒問題, 等我, 你等我來… 乾包貴…濕包也有吧 我對鮑魚有點敏感 走吧 罐頭包也有吧 我們現在用智能手機 可以更加有效去吸收資訊 好像看學是學非 和朋友說說是非 只要有一機在手 就可以同時做幾件事 不過, 早前流傳過一段短訊 原來手提電話 有十六個神秘的隱藏功能 這麼多傳聞你們又知道多少呢 沒有車子? 不要緊, 打給Ali Ali 梁佳琪有什麼貴幹? 原來我忘了戴車匙 之前我不是給你一條後備車匙 你有沒有戴? 你快點把你的車匙充滿 在你的電話上幫我搖满開鎖 梁佳琪, 你死一條心, 我不會幫你的 你這麼狠心? 我一點也不狠心 因為我找梁博士一起救你 梁博士 是 梁炳紅博士對各種通訊科技 都療如指掌 開不了車門, 電話 但是網上的人是這麼說的 是謀誤, 手機的麥克風是接收聲波 聲波基本上空氣震盪 汽車防盜是發射電波 都不同的物質 它又收不到, 怎麼幫你開門呢? 說了你的, 經常買些謀誤 我單純嘛 但是你沒有戴車匙 開了門也開不了車 對呀 最多我拿自己的手機出來做實驗 破解這些網上傳聞 算了, 學是學非, 明辨是非 首先, 我們會測試一下 手機是否有隱藏的備用電量 傳聞說按Sing 3370 手機就會重新啟動 開機之後, 電量就會增加50%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神奇呢? 我和梁家琪立刻開始做實驗 Sing 3370 很明顯 沒用, 不關事的 我也是完全沒反應的 打給博士問一下 家琪, 怎麼樣? 林博士, 原來打Sing 3370 手機沒有反應的 這個號碼是沒有功能的 不會有反應的, 你打來幹什麼? 原來手機沒有備用電量的嗎? 那是貿務, 大部分的手機設計 都沒有備用電量的 只有小部分的手機設計 它們有電池仔 用來維持著手機基本的功能 例如市中, 這個電量 連打電話、送信息都做不到 幫家琪的50%備用電量 是不可能的 梁博士, 你當然在哪裡? 快點回來吧 我們有很多問題要問你 這樣嗎?我做了一些事 稍後來找你吧 成功破解第一個傳言 接著我們就進行第二個實驗 傳聞說這麼升級, 零六級 手機屏幕會出現一個最號 將第七和第八個數字記下來 然後合對一下 就知道手機真能的好喊了 博士, 你回來了嗎? 是, 為什麼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呢? 星仔零六獎按之後 會出現這些號碼? 我也有 這是AIME AIME就是你們的機器身份證號碼 每部機出廠的時候 就會在國際電信聯盟 有這個身份證號碼 AIME是否用來自製生產國家和品質? 以前就是 以前AIME的第七、第八個位置 那兩個數字代表它在哪裡組裝 你可以說它是生產地 但是自從2004年4月1日開始 已經不用了 而且在哪裡組裝 我們現在很容易 商品條例要求寫完在說明書上 不用這麼辛苦看AIME 當然了, 只要質素老和 我們說是質素管理的 在哪裡做不要緊 最重要是管理得好, 對吧? 傳聞又說 將手機電池的連接點 用刷子膠刷一刷 夠電就變得像新的一樣 究竟又是否真的? 好, 剛才我們看到有19%的電 究竟用刷膠刷兩刷 是不是有用呢? 好, 到你了, 阿里 好 測試 是沒有分別的, 只剩下19%電 那就是沒用了 梁博士 嘉琪, 什麼事? 原來刷膠刷電池是沒用的 為什麼會有用呢? 如果刷幾刷, 我們有電 省很多電費 對 又環保好, 不過可惜不行 我們手機用久了 可能會積塵和髒東西在這裡 有可能鋼片的電池氧化了 這樣就影響了電池功能 我們清潔它 這類是幫助電池做得好一點 不過不是刷膠, 你看 這些是刷膠碎, 黏在銅片上 它是絕緣體, 更壞了 你用防瘦漿劑 清潔電池的銅片位置 這樣就可以幫助電池的效能改進很多 梁博士 照樣看, 傳聞都是得淡笑 全部都是謬誤 那倒不是, 有一個是真的 當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想打緊急求救電話的時候 你打112 這時候你的電話就會找到 當時可以聯絡到的網絡 然後把你的電話轉到當地的求救中心 例如在香港, 你的電話就轉到 香港警察的999召集中心 不要亂打, 犯法 但如果沒有網絡, 就真的沒辦法了 即是如果網絡覆蓋不到 就找不到人幫忙了 你以為用最後一招了 利用電筒向著天空或香港的地方 發出MOS電話、SOS 三短三長三短的訊號 一直不停地做, 讓別人來救你 珈其, 你現在知道緊急的求救方法 下次有事知道如何找人幫忙 對, 我覺得有事要向你們求救 什麼事? 我買了一部電話兩個月 現在想換個布心 不知道有沒有人願意資助我呢? 我和你幫忙 我和你一起吃 走完街, 我們找點東西吃這下套 好, 你這些外國回來的 當然要吃西餐, 就你了 又不是, 你看我的中英文 都說得這麼好 就知道我是中西合璧的結晶品 所以中餐和西餐, 我都一樣喜歡 還有很多選擇 但是來到這裡, 我只有兩個選擇 哪兩樣? 就是雞粥和乳甲 雞粥和乳甲? 對, 沙田最有名的就是這兩樣食物 你別以為我外國回來 什麼都不知道 你真是什麼都不知道 沙田是有名吃雞粥和乳甲 但是這裡是沙田鴨道, 不是沙田坡 什麼沙田鴨道?不是屬於沙田區嗎? 又說這個名字? 難道街道會到處遷復嗎? 讓我告訴你吧 叔叔, 又說話? 對, 其實我整天是四圍兜的 這條沙田鴨道就是在鑽石山 和黃大仙交界那裡 一直直上, 就有沙田鴨的山鴨 一落了, 就是沙田 所以這條就叫沙田鴨道 實際上它不在沙田那裡 叔叔, 香港還有什麼街道 像沙田鴨道這個例子? 有, 銅鑼灣山路就是了 讓我帶你們去看 不要… 我看不到, 轉頭真的來到沙田 對, 因為銅鑼灣山路就在大圍這裡 但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這裡來大圍, 又不是銅鑼灣 但又要改名為銅鑼灣山路 因為以前這裡也有個銅鑼形圓形的海灣 所以這個地區就叫銅鑼灣 也有一條銅鑼灣村 也有一條銅鑼灣山路 這些例子, 譬如還有, 像大埔道 以前就在九龍一直伸展到新界 到了1970年代 新界那一段就叫大埔公路 九龍那一段仍然叫大埔道 所以就有這個現象 就是大埔道, 不是大埔, 而是在九龍 我又想知道, 香港有些街道 像廣東道、北京道、上海街那樣 為什麼會用內地的城市來改名? 這麼有趣呢? 因為早期那時候, 很多內地城市 跟香港的通商和經貿很有關係 所以改街道的時候 就用它來改改街名 所以, 阿姐 其實香港每條街道背後 都有一個很特別的故事 所以大家要多點發掘 叔叔, 你接著要去哪裡? 我們有駕駛車, 還載你? 我去那裡有駕駛也沒用 即是去哪裡? 我要趕飛機去北海道攻幹 再見 再見 你很幸運, 還是問一下 沒錯… 這集好就是我們 千萬有這麼多是是非非 就是了, 等那個阿倪 還叫導演給他所有表演 我們怎麼成事? 表演給我們兩個差不多 還說什麼計算表演? 節目也做不成了, 學來有表演 為什麼? 一定是你表演不好 所以姐姐就要剪接節目 剪你的頭 而是用來做實驗的薯片、蝦條和化妝品 你們都用來用 不用做節目了, 怎麼會有錢? 買給你了 買看 沒有… 對不起, 你們做就要搞的 這個eration 的象徵 遊戲中..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